面对二绳西腹的同系,沙东南拉没有措施机会,116比93,沙东南拉取得23分的大胜,主场两连胜后,排名继续上升,赛后,主帅吴庆蒙满意球队掌控了比赛,但也点出两个问题, 并且给小外远谷的洛克提了要求,同系主帅指出第二节末段被拉开分叉,成为惨败的原因,前球场比赛山东五胜四负,同系二胜七负,从实力的底看,山东有绝对的优势,尤其是内线,山东的优势巨大,首阶比赛山东就是内线发威,莫泰尤纳斯和陶汉林联手发威,山东首阶32比25,领先7分, 到了第二节,古德洛克的三分球四投四中,单节拿到17分,带队赢了12分,半场之后又12比413领先19分,第三节同系一度在乔阳的带领下缩小分叉到12分, 但山东还是稳住局势,保住15分的优势,末节比赛失去悬念,山东如愿在主场收获一场大胜,116比93击败同系,拿到第六场胜利,赛后,同系队主帅克拉皮卡斯,前世恭喜了山东队赢球,之后他也点出球队惨败的原因, 我在这场比赛一直保持紧要比分,前两节做的都很不错,但是,第二节末段,给了他们太多反击的机会,比分瞬间被拉开,我们没有机会去追赶比分, 正如克拉皮卡斯所说,山东队正是在第二节末段,连续打出得分高潮,拉开了分叉,而主帅吴庆龙,赛后对于球队的整体掌控满意, 但也说出,球队的不足,这场比赛,整体还是控制不错,还是有一些阶段,防守出现了一些路人,对重点人的防守出现问题, 我们警工太急躁了,小外员有他的特点,开始那一段,舍弃了他的优势,后来才转变不错,希望以后像本场比赛后半段的比赛那样,去掌控比赛。